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德德CMS返帐教程 那接下课程的话讲一下我们这一个 这个错了啊 讲一下我们这一个德德CMS自定义的一个FAQ功能 那这个课程设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 拓展一些自己想需要的一些功能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德德CMS可能满足不了 就会出现一些需要自己设计表 设计一些程序的一些GAN 这种操作 那我们呢先打开我们的这个德德CMS 好,先登录我们的后台看一下 那我这一个的话就是简单的 做一个我们的这种问答系统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方式的话 就是采用我们这一种模块的这种方式 好,模块的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这一边看一下有没有 好,问答模块 其实它已经有一个了 那么假设说我们没有这个问答模块 好,我们想自己来做一种 做一个这种问答的一个系统 好,那首先第一步的话 肯定是一个数据库一个概念 当然这一个是我们一个小功能 如果说大功能的话 肯定还会有其他一系列的程序要走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小功能如何来处理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数据库的设计 那么我们数据库设计 可以借助这一个软件 其他也没有什么 找到我们得的CMS这一边 看一下 我们呢先来创建一张表 对不对 创建一张表 它的名字叫做得得 misefq吧 好,那么我们就叫这种 它会有一个字段呢 是我们的 主件字段啊 然后它的一个default 它让它是一个字增的 是一个主件对吧 然后呢它会有一个标题 对不对 有个标题 标题的这个字呢 我给它 100个字符 好,100个字符 那它的default的话为空 好,default为空 然后其他不改 然后呢它会有一个content 对不对 是我们的一个问答内容 问答内容 那么我们这一个 就没有默认值了 再给它一个就是add time 或者是叫我们的update time 都可以 好,这个的话是用来 呃,叫什么 保存我们的一个 发布时间 或者是更新时间 好 那么我们就只需要这么几个 只需要这么几个暂时 好 然后这边的这一个编码 我们需要给它改一下 因为我们是utf8编码的 是中文 所以要用我们的utf8 好 中文简体的 这种utf8的这种格式 好 那么 采用的这一个表影型的话 我们用innoDB innoDB 这种没关系 因为现在几乎主流的都是用innoDB 它给我们的mine extend的话 其实 怎么说呢 那这种innoDB是更强大 话说它的速度效率会比较慢 或者什么样子 但是对于现在的硬件 呃,硬件 这种成本来计算的话 几乎是 呃,可以忽略这种东西吧 所以说我就默认用我们的innoDB innoDB来做我们的这一个表影型 好 那么我们就先设计一个数据库表 叫做我们的这一个东西 好 叫做我们的这个东西 好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创建表的一个 呃 sql代码 sql代码 那么 在进入我们正题之前 好 我们创建数据库表 其实就只有这么一段话 好 非常简单 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这个插件生成 有一定的了解 对不对 有一定了解的话 我们肯定是需要对一些简单的功能 像这种 呃 友情链接模块 对不对 友情链接模块 或者是留言部模块 这种 比较简单的这种 我来看一下 好 我们就用留言部模块来作为一个参考 好 我们这边看一下它有一个使用说明 好 使用说明会有这么一大串 字太多 我就不管了 啊 然后这边有个详细 啊有个详细 详细的话 这边会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还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文件 啊 还会有这么多文件 我也不管 啊 然后这边会有个修改的这种概念 啊 然后这边的话 会有一系列的这种 呃 东西啊 会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也是会到 后面会涉及到这些东西 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详细 详细的话 他会有这么多涉及到这一些文件 啊 但是这些文件不是我们手写的哈 是我们系统自己监测的 好 那么我们之前的课程也会有一节课 说到我们插件的时候没有说完啊 正好的话 我们就是从这一个课程开始 实战课程的话 大家可以了解一个模块是如何来开发的 啊 那么这边就会有一些 呃 一系列的操作 好 那么我们想所要开发的这一个呢 叫做我们的小插件啊 当然不是不是我们的模块 好 模块的话会比较大 我们不需要开发模块啊 当然 模块大家要开发的话也是可以啊 这个的话就涉及到比较多东西的 我们可以下载他的这一个 啊 东西下来看一下啊 他里面的一些是怎么来处理的 好 好 那么我们点击下载之后 这边是有点卡顿 好 不过没关系 这不是我们课程的这一个重点 好 这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一个安装 好 安装的话 他会有说这么多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啊 一些七七八八东西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已经生成的一个包 然后共享给你 你就直接使用啊 就是类似这种 呃 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对已存在的文件 我们直接点确定 OK 那就是会这样子啊 其实这种模块跟我们的 我们看一下 德的CMS的这个插件目录就知道了 我们模块跟我们的小插件 其实是没什么差别的啊 好 看完我们的这一个问答是叫做 我们看一下使用 啊不对 看使用说明啊 看我们的详细 它是叫我们的ask啊 ask 好 它是装在我们的根目录下啊 在这个地方啊 里面就会有我们所有一系列要处理的一些文件 好 这个就属于我们的一个模块相关的东西 好 当然呢 我们这次来做的话 呃 我准备是用我们的这种小插件的这种概念来做 好 当然你要用模块的这种形式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那可能后面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这些模块看一下 模块管理这一些东西点击模块啊 我们这些模块的话 其实是我们啊 系统内置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这个模块相关的一些表啊 这边有我们的 插件相关的表啊 好 我们看一下 跟我们这一种模块相关的表是在哪里 是 不对 不是这些啊 还是PLUS呢 OK 是这个东西啊 是这个东西 OK 那这种是系统的一些模块啊 就会在这边出现啊 会在这边出现啊 那么假设说我们需要自己去做一些呃 做一些操作是怎样子把这个加进去 我们这一个的话就呃 不是在我们课程范围内啊 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啊 也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啊 也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fix啊 这是我们的 中文分词相关的啊 好 没有什么东西啊 没有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就以我们小插件的形式 正好就是结合啊 一个这种二次开发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就是模仿啊 我们as开发的话 肯定自己去呃 开发一个这种东西会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们要模仿我们原来的系统去 如何来做我们这种事情啊 如何来做我们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事情的话 就是来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东西啊 所需要的这个ask的呃 我们的叫做麦子faq啊 麦子fq 好 我们就先把这一个小插件给创建起来啊 好 那么这边会有一个模块生成向导啊 然后呢我把这个模块管理放到外面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留言部模块的详细点击一下 呃 不是详细那就是修改 好 这边是属于一个小插件utf8的这种东西啊 我分成两个浏览器 大家这样子来看 好 好 好 这边呢我们叫做麦子问答 好 麦子问答对吧 然后我们是属于一个小插件啊 然后联系我的 好 这是我的一个邮箱啊 开发团队的话 我就随便写了 叫麦子学院吧 ok 那发布的时间就是今天啊 官方网址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麦子 EDU 对吧 是我们麦子 那是否设计会员系统 我们问答的话 呃 就先不设计啊 先不设计 如果说你要设计会员系统的话 可能会使 呃 会更麻烦一点 但我们现在先不设计啊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一个呃 小插件是如何来做的啊 如何来做的 ok 那我们后台的一个管理菜单 好 后台的一个管理菜单 我们也参考这一边 普通插件不要填写啊 好 那么我们也参考这个什么都不填写 然后使用说明啊 使用说明 我们直接写 叫做麦子问答的时 使用说明 其他也不动啊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安装存细 自动生成 我们也是这种游系统自动安装处理 好 那么我们这一个呃 东西的话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把安装程序复制一下 用一个文本文档打开啊 好 我们创建一个文本文的 好 ok 那这一边的话 大家看到是一些 跟SQL 操作的一些东西啊 它会有一些七七八八的 好 还会有我们ARCType 在线留言 点 我们这种ARCType好像没必要哈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表中的这个ARCType 是跟我们文章相关的 怎么会有需要插进去呢 操心问答在这一边啊 我们看一下打开一个新窗口看一下 嗯 叫做什么 Localhost 麦子得得 对不对 然后我们加文章的时候 我来看一下会不会需要 加我们普通文章的时候 是不是有那种 没有啊 没有啊 好 那么我们先 type 名称 ok 它是为了更好的管理的意思吗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会看到我们再信问答的这个东西啊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用到这一种栏目的东西哈 所以说我们这一段可以不要更简单哈 然后这个留言部叫做麦子问答对吧 好 留言部模块 叫做麦子问答好 然后呢 职梦团队呢 叫做我们的麦子学院 麦子问答麦子学院好 然后里面的处理的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也用这个来做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叫做麦子FAQ 啊 然后这里创建我们的这一个表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创建过了哈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好 我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 放到我们的这一个地方 好 放到这个地方记得把这个给改一下啊 这个地方也改一下 ok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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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做到这一步 好 然后呢我们要先把这个东西呢给copy一份 然后叫做我们的麦子FAQ OK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然后要把它里面的这一个 Gasbook.inc我们改成麦子FAQ 然后把它们打开编辑一下 看一下行不需要编辑 OK 我们把打开的这一个东西 里面的一些所有东西 所有东西我们的替换 全部打开的文档 OK然后 再来看一下 OK留言改成问答 好其他我们先好 至于文件这种里面一些代码的错误 我们先不改啊 我们先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些东西给搭建起来 然后呢我们这边不是有个Gasbook吗 看一下 这Gasbook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不知道有没有用 有用的啊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要把这个也给复制一个叫做麦子FAQ 也是一样啊 将里面的这一个改成我们的麦子EFAQ 好这是我们二次开发的一些思路啊 然后呢 其他我们也先不管啊 留言改成问答 OK 其他我们也先不管 好 然后再继续里面的有个template的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一个template 然后插件里面的这一个这三个文件 对不对 我们复制一下麦子FAQ 这个呢也是麦子FAQ 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提交一下 好 成功的进行一个模块 编译了一个模块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在刷新在模块里面的这一个 呃 模块管理 好 这边就会多出一个问答模块啊 多出一个问答模块 哎 应该不是这个 麦子问答 对不对 这边就会多出一个麦子问答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现在点击一个安装 他会有这么一些好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模板安装完成 麦子问答在这边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现在的时候 的话 因为我们程序上有一些错误 所以不管 好 只要说大家知道这么一个流程 好 从下节课的话 我们就来修改一下 把我们的这一些 呃 让他能点击一下 正在跳转 好 能实现这种 好 能实现这一种东西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先讲到这边 好 感谢大家的听讲 好 好 好